欢迎各位来到跨学战战书无限挑战季的冠军赛当中 今天我们还会有三组不一样年龄段的选手来进行挑战 首先呢 我们00号小将被称为叫做 别人家的孩子的双排戒小王子 还有一位我们90号的相声练习生 当然呢 还有我们上届的冠军选手 教过语文数学物理的老师 非常厉害 今天呢我们还有请到我们冠军见证官张春卫老师 跟我们一起来见证冠军的产生 有请张老师 张老师好 张老师 刚刚看到介绍完这几组选手 你觉得谁有那种冠军像 我觉得每个人在我面前都是异议胜辉 首先还是要他们用实力来证明 那接下来我们今天有请出的第一组选手 实力不容小觑 他凭借一个饰品 涨粉八十万 八十万跌得好远好远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能力 我们一起来现分享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今天我们的00后的想叫杨雨华和他的搭档一起来登场 有请 别看我们的雨华特别的乖巧 但是呢他的武器一上来的时候 那简直就是全场的焦点太厉害了啊 好来雨华来自我介绍一下 哈喽大家好我叫杨雨华今年十四岁来自浙江宁波 大家好我是杨雨华的爸爸我叫杨发辰 平时他在弹琴的时候您在干嘛 他是我的编曲老师也是我爸 那我想问一下雨华 刚刚这个乐器弹起来这么的炫酷 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双排键呢也叫电子管分琴 它分为上下脚键盘 一个人就可以演奏出一整支乐队的效果 所以网友们就叫我一个人的乐队 那你这样很可恨呢 本来是一整个乐队的拿的工资 结果你一个人全给你了 就对别人怎么活呢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展示一下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双排键到底怎么来的 为什么不只用一个钢琴就可以 为什么有两排底还有一个踏板 分别跟我们一起来讲讲看吧 以《圣诃球传》演示吧 比如说右手是弦乐 左手是铜管乐 左手是铜管乐 脚是低音鼓 我们能不能也尝试一下 我觉得也没那么难嘛 是不是春天老师 是吧 我觉得很难 因为你要协调 一个键盘很多人都控制不了 同时控制三个键盘 我觉得挺讨厌的 我来试试 我来试试 这个是主旋律 就是左手 我们先去左手吧 所以比较简单 这样是吧 然后呢 然后再加上右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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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 超刚了 超刚了 超刚 超刚了 看上去简单 其实真的要做上去 是一件超级难的事情 因为你要想着 这对脚上那个节奏 手上的节奏 主旋律和左手右手 还真的不一样 哇